动量与角动量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是古典力学的基础 本章将以动量变化的观点来呈现第二运动定律的另一个面貌 对于多个指点的运动规则该如何掌握呢? 如何将它们转化成对应单一指点的运动是重要转折 将寻找在水平方向不受外力作用下 多指点系统会有什么物理量维持不变 最后介绍指点转动时的外力矩 与其对应的角动量概念 感谢观看